然后去执行什么方法 执行这个方法 就是当那个画面上那个按钮被 Clicker就是点击的时候 我去执行 后面这个方法 所以他的事件处理 事件处理的话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 他是这样在处理的 所以呢顾名思义就是说 我们后面那个show preview 后面要对应一个方法 方法来写法一定是 Function show preview 然后呢 show preview 然后一个 大瓜糊 后面就是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存不存在呢 如果你这个没写 你点下去不会动作 但是点下去为什么会跳下一页呢 其实他就去找 里面有没有show preview 在哪里有找到了吗在这里 所以他就去执行他 这个Function的名称 加上一个show preview 然后一个小瓜 小瓜是传参数 预设是没有的 就是 然后一个大瓜 然后中间写什么呢 写 index 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上面宣告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预设值为0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从 第0章开始 那那个正列数预设值一定从0开始 0的话就指第一张 第一张的图了 然后呢如果 这个地方会先判断如果 index 小于0的话 所谓小于0就是说 已经减了 0再减 那就已经是第一张了嘛 就前一张 如果再按下去的话呢 那如果 他小于0 表示说已经没有了 那就 找哪一张出来 找最后一张出来吗 这总共五张嘛 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 如果刚刚秀出来是 这样 本来这个是 第1张在这里对 如果按上一笔 假如说 简简的话 按下去 负1 负1的话不对啊 没有这些负1的编号 所以我会叫什么 叫 最后一张 他的编号是0 1234 总共五张嘛 所以第1张是0 那我们把最后一张 那就是编号为多少 为4的 抓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就会 如果他小于0 等于4 然后再来的话 再把上面的东西 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index 也主要就是在哪个地方加呢 主要我们是取得 这个 这个变数 主要去 取得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 这个图档 然后塞给谁呢 塞给这个 紧 你会发现 前面不是有命名叫book PC 就那个东西 他里面有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属性 这个固定用法 可能要记一下 这个是JQ Mobile里面的一个属性 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元件里面的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属性 名称叫SRC 就Source Source Source就后面前面这一串 就把它丢过来 也就是说 丢过来就取得什么 取得上面的这个图档名称 前面再加一个 Images Images 就是我们的 实际上就是那个网页的路径 他就会去里面抓那张图 把它秀出来了 那底下的话 这个book name 就是底下的那个字 字怎么抓呢 字就是 Test的属性 这个也是一个属性 上面的文字等于什么 Current Book 就是